词曲 李宗盛 世上虽惊风雪万重 情义最终 两者不会相容 在我生命中 何日那处 去追我旧是梦 患在千世谁碰药 毫令世间天赞藏 谁能去分正乘 从一二组 明里昭烟流过 真大尽梦中 明里昭烟流过 明里昭烟流过 你能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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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嫂子 嫂子 哥… 哥… 哥 嫂子, 我們又去繁衛墓 嫂子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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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天整我不死 又送了一大冰船給我 反正找了一艘木船那麼多人 正好趁這個時候輸戰跟軍 你這個賊天狗天 我想去東北找一個無人的荒島 你就帶我飄離極北之地 沉船撿我不死, 你又想凍死我 沒那麼容易 枉我癡濕妄想 費盡心血想找你這把爛鐵有甚麼秘密 麥鬼屠龍都說 頂這個海, 屠你的龍吧 你看這個月光多大 它伸手就摸得到這樣 我們可能飄落到南極先翁所住的蓬來先見 天啊, 你要對付的就對付我 不要傷害我的父母制宜 你別發覺謝信 今晚罵的天罵得很厲害 你要敢對我 豈此, 我還覺得他有點羽毛容辭 娘子, 夏宇, 你們死得很慘 對, 我要報仇… 你再不停砍兵 我們就沒有蠟燭之地 要裝身大海了 你想害我? 蘇蘇 精靈 佛公 小燈 我打中了她的眼睛 來 傻眼 太好了 要在 Zie 身體 思想呀 答案 我没有了 沒事了 先去那邊 怎麼樣?你沒事吧?冷不冷? 還可以,你呢? 我沒事 我們雖然可以擺脫了謝信 但是在這麼小的浮兵上面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上岸呢? 五哥,我們會不會死在這裡? 不會,我們一定可以回回中原 但是這裡四周都是海 不要說回中原 就算上岸的地方也沒有 就算幾秒亡也好 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 蘇蘇,別睡了 睡了,睡不著了 快醒醒吧 船… 不是,是海獅神流 是船… 是船… 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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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現在是中原 你會要我這個邪魔妖女嗎 來 我們一起跪下 在這裡 幹什麼 李阿幸 我們就結為夫妻 天地為美 大龍為靜 天在上 我張翠山 今天就跟恩淑淑結為夫妻 生死於共 終生不敷 老天爺保佑 我們二人生生世世結為夫妻 小女子從今以後 洗心革臉 跟隨我夫君 改過千事 是 蘇蘇 蘇蘇 你為了我 真的願意改過千事嗎 那你可以放心 好 就算我們死了 都永遠可以在一起 你看 五哥 難道真是天無著人之路 會不會又是海事神流 不會, 這次是真的 那邊有個島 不要 是嗎 來 好舒服 好, 我上去看看 你看 好漂亮 你看 仙境 好漂亮 這裡是冰海中的綠洲 我們生存有望 那裡有些黑煙 那一定是火山 所以令到這裡一帶 氣候比較溫和 形成一個綠洲 我們去看看 這個島除了動物之外 看來也沒有人 這裡有個島 那邊有個島 不如我去看看 說不定我們以後就住在這裡了 我去那邊看看 那邊… 我去那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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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我剛才來這裡看過的 你看這裡多大 我想我們以後就要住在這裡了 這裡是我們的家 花真的很漂亮 這個島真的很奇怪 下午才這麼晚 突然之間又落雪上來 我很喜歡這個島 像世外桃源一樣 是我們的小天地 如果我們可以在這裡過一輩子 那我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我們會在這裡過一輩子 蘇蘇, 想不到這個島是這麼大的 不如我們到處找找, 有什麼可以吃 好 走吧 不要 怎麼不讓我一心了結他 你看他, 你看他多虛弱 他一定離開了我們之後 雙眼又盲了, 沒辦法找事才餓成 兇猛的獅子, 誰死隨時都可以殺人 我和你幾經辛苦才可以成為夫妻 我不想和你只做一個夫妻 就被這個魔頭加害 我不 好, 好了, 好了 既然你不忍心我殺他, 那我們走吧 有得他在這裡, 只想見他 好 好, 我想謝前輩, 生性不是那麼兇殘 他一定遇到什麼大的打擊 才會變成什麼 他真是忍心, 變死不良 你想清楚 我啊, 如果你救回他, 有什麼後果 就算你一處是養虎為壞 我也不會後悔 我不想做了些事, 良心有攜 你一切都不安心 你是不是覺得我很於父 是啊, 我覺得你很於父 你是不是覺得我很自私 是啊, 覺得你很自私 不過是我自己想娶你的 鬼叫是我自己願意嫁給你的 嫁夫循夫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勇哥 水呢 以防他私自敲 水… 前輩 水 我是張翠珊拿水給你喝的 不樂意的 看情人他肚子餓的 拿東西給他吃 水… 這裡是什麼地方 你問什麼 這裡是什麼地方 這裡是冰海上面 因為沒有人住的荒島 看來我們回不去了 那要看老天爺的意思 什麼老天爺 我天想我死, 我就偏偏不死 你們想怎麼處接我 前輩, 我們夫婦兩個 結成夫婦了 是啊, 說起來還要謝謝你 老天爺, 你是我們的媒人 上次我們打完你的雙眼 真是過意不去 不過事到如今 我們怎麼道歉也沒用 既然上天安憑我們三個人 留在這個荒島那裡 看來你一輩子都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回去中原 那唯有我們夫婦兩個人 奉養你的老人家中老 不過我們先說完 我們夫婦兩個情深義重, 共同生死 如果你傷害你其中一個 其他一個也不會苟且偷生的 你意思是, 如果你們兩個死了 我一個人在這個荒島也無法生存 沒錯 既然如此, 你還塞著對耳幹什麼 我的刀呢 我的刀給你 謝前輩, 你明白就好了 我的刀給你 你們放心吧 我謝信還未想死 你便客人 過了這麼多個月 現在那隻船都突 inspiring 五哥, 先喝水吧 這裡有很多魚 在哪兒 你 很棒 嚇死我了 整天都找不到那條魚 五哥, 之前我不是釀製了一瓶白果酒 我今早聞起來很香 以後你們吃東西就不會有牛有酒 有牛有酒真是人生一大塊錢 好久沒人吃了這個滋味 你是不是沒有後悔取得我呢 我這樣會為你們著想 是呀 別犯了 謝謝前輩 不用謝謝, 我想吃蛇羹而已 前輩, 你嘗嘗我煮的蛇羹 很香 當然香, 我煮了很久了 我是說有酒的香味 前輩, 你這樣聞到嗎 這些酒是素素親手釀製的白果酒 但是比起你們中原的美酒 前輩千萬別見笑 你嘗嘗 有蟲子味 說得出來了 有甚麼奇怪 島上的花草樹木的香味特性 我都遼如指掌 島的南面, 風浪很大 是個石灘, 寸草不生 但是走過西北面不及半里的地方 就繁花似錦, 綠草如茵 再北行十五里 就一個長年積雪的雪山 風頂長年無煙, 赤熱無比 應該是個火山 前輩的名冊秋毫比開銀更厲害 既然這個島只有三個人住 應該由我們三個人給我一個名字 這個島既有萬年冰村 又有中年不滅的火山 就叫冰火島了 冰火島 改得很貼切 冰火, 冰火 今晚有北海的寒風 又有人間友情的暖火 還有這個蛇羹 我們就叫他冰火窩了 好… 穿鑿腐灰 好… 五哥 五哥 計算日子 今天應該是師父的大神 但以前 我們幾位師兄弟 和師父拜仇 幾個月了 但現在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回中堂 和師父祝聖 我以後都沒有這麼多機會 五哥 雖然你不可以親身向師父祝壽 你可以搖拜向老人家祝壽 以表心意 是呀 你師父就是我師父 我也很應該向他祝壽 以表心意 是呀 祝師父的老人家 壽比南山 老魚重拍 是呀 啊… 還要什麼呀? 師父 你最近也覺得你好像很容易暈 你很笨的 老天爺說我們在這裡太寂寞 像個霞兒給我們在這裡熱鬧一下 你真的有了我們霞兒? 你真的有了? 當然有了, 是呀 素素, 我們有了我們霞兒 將來我們家人就可以在冰火裡 開心心過日子了 你懂得這樣想就好了 我多怕你經常掛念山中原 遲了有人在那裡傻 我開心得傻了 我就是要做爹了 不要這麼大聲 被人知道我很醜 這麼開心的事 可不可以被人聽到? 我就是要做爹了 我就是要做爹了 老天爺爺替我分枉 你天才氣順 我一定要我南天 你是前輩之路 船家, 有勞理了 大家都累了 我們找個地方下腳再說 我們坐船出得這麼遠 看他除了大海之外 就甚麼都沒有 就算他們躲得去哪兒呢 大師姐 既然我來追查了一整年都沒有結果 我想我們也要回去外味 跟師父覆命 最後他老人家再作定斷吧 六哥, 那我也先回武當 看看其他師兄有沒有查到甚麼線索 既然我們也查不到借信的下落 看來魔教那邊也會一樣 魔教?楊少的大魔頭 一樣想找屠龍刀和借信的下落 會不會就在附近呢 恩六俠, 我們一直都是說天英教 你無緣無故又會扯上楊少的 天英教和明教不一樣是魔教 總之魔教中人怎麼會再做好事呢 我們都知道恩六俠這句話 他告訴誰的 我有點不舒服, 我先放休息 父妹… 我剛才只是一時衝口而出 如果你心裡不是在想那件事 你怎麼會衝口而出呢 其實這件事已經過了這麼久 原來你一直在耿耿於懷 不是, 我沒怪過你 也沒懷疑過你 只不過… 只不過你心裡仍然不舒服 我嘛, 其實我和楊少真的甚麼都沒有 只不過有人在暴風捉影 現在連你也是 不是, 我沒有其他意思的 我只是懷疑自己 想殺楊少也殺不了 也不知道怎麼說你才會明白 其實你這個人甚麼都好 就是婆婆貓貓的男子是蓋 是 我知道, 我知道我自己做得還沒夠好 對不起, 六哥 因為師父交給我的任務 我未能完成 所以心情有點煩躁 語氣重了一點, 請你不要見怪 都是我不好, 令你心煩氣了 那個小師妹當然又去了玩 父妹 你又來幹甚麼 送給你的 我剛才摘的, 漂亮不漂亮 我又不是小女兒 你送些花給我 一會兒他們又笑我了 媽媽, 我打算有些情緒 有人 最喜歡玩這些花招 一定是藥少爺大魔頭 你憑甚麼這麼肯定 除了楊少, 還有誰這麼無聊 是楊少那又怎麼樣 根本就不關我的事 我沒有說跟你有關 誰說跟你有關 原來你始終都是這麼大疑心 現在有了真憑實據 你還說大疑心 我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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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花 是呀, 是我剛才摘的 你們剛才說甚麼楊少 你以為那花是她的 父妹, 對不起 剛才我知道你見到一個人影的 你根本就在這裡異心生硬鬼 父妹 你讓她一個人靜一下 別再激她了 好可愛 好可愛呀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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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玉碎是我娘留給我的 你留在身邊 可以保平安 你怨氣 我只是覺得 我不記得你這樣對我 你是我沒過門的妻子 我不對你好, 可以對誰好 好可愛 六哥 開船了 來吧 今天一別 不知道何時可以再… 你也要保重 好可愛 好可愛 李師姐… 李師姐 我們發現了楊少的大魔頭 楊大爺, 你喝了一整晚門酒 這聲音都不出 怎麼好像變了另一個人 對了, 你平時也不是這樣的 是呀 來吧, 我們喝三杯 來, 我們喝 那之後我們再去猜妹, 好不好 我想一個人靜一下 外面的朋友 為甚麼不帶方一點進來 原來是紀姑娘 楊大爺, 你想通了, 決定敗我為師 我今天來 是要殺了你的 師姐 師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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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姐 師姐 師妹 你還不殺了我淫賊 如果紀姑娘要楊某一死 楊某死去劍下又何況 紀師妹 還不出手 芙蓉花下死, 做鬼也瘋流 是你捨不得殺我 你今天不殺了她 被那幫青露女子 也為少病殊一出去 以後我們呃味還額免何在 師父神氣死也行 紀師妹 你今天惹上這個魔頭 日後必定後悔無窮 我今天一定要親手殺死她 不是, 要不然我有自行了斷 你真的要殺我? 閉嘴 我已經跟一路合定了親 你回去 我就會馬上跟她成親 你回去就要成親 更加不能讓你走 任賊, 放手 我楊某生性率直 我不會像你這樣自己騙自己 如果我放你走 你一去不回頭 我會終生後悔 我知道你也會 你放手 李師妹 為甚麼你這麼傻 你再不放手, 我就咬死自盡 我以後都不想見到你 只要讓我見到你的身影 我就馬上死在你面前 我紀曉父說得出, 做得到 我不會再見你 但是我想你知道, 我會等 等到你肯回心轉意為止 五哥, 就是出世了 你喜歡是男還是女 是男是女, 我也是不高興 我希望男就像我, 女就像你 你這個壞天沒天理 人家沒公義 甚麼三皇五帝, 謠信與堂 通通都是誰救惡, 誰做皇帝 我不放… 每逢月圓之夜 借前輩有事發作 娘子, 下意 我一定會殺了個大惡人 幫你們報仇的 殺 殺了 借前輩這個人真可憐 她妻兒都不知道甚麼因由 被壞人所害 經過這麼大的刺激 每次發狂, 她身心都受到這麼大的痛苦 真可憐 蘇蘇, 自從你懷孕了我們的孩兒之後 你的性情看見人遲了很多, 知道嗎 我現在要做慈母 那我心裡就要慈祥了 對了, 張五哥 我看借前輩現在的情況 我真的有點擔心 我當自己做慈母 以前只有我們倆, 有甚麼事 最多是一死了戰, 無後顧之憂 但現在我們有了我們的孩兒 看來有些事是不得不防 我也是這樣想 萬一寺前輩他的病又再發作 如果我們再這樣 我們不可以跟他硬拼了 沒錯, 所以我想了一個辦法 我想在我們的洞口裡, 過一個陷阱 然後藏了一些尖竹在裡面 如果他狂聲大發, 想衝進去的時候 他一定會掉到陷阱那裡 到時候他就不會讓我傷害你了 哥哥, 先喝一碗水吧 謝謝 還有一天就挖好了 過兩天就是十五月圓之夜 我想你快點找那些長矛回來裝下去了 謝前輩武功高強 陷阱一定要插滿那些長矛 才能阻止到他 我這樣做也是迫不得已的 迫不得已, 你說了很多次了 我只是說預防萬一 如果他不發狂傷害我們 這個陷阱也用不著了 張翠山 謝前輩 你們要準備夏二的出世 打獵捕魚我做不到而已 這些小事我還做得做 謝謝, 謝前輩 我口渴了, 可不可以給我一杯水喝嗎 好…水在下面, 我替你下去拿 這裡有個碗, 小心 怎麼樣?快點天黑了 你把孩子抬起來這麼辛苦 回去休息一下吧 沒甚麼事, 很快就完成了 今晚是預言之夜, 謝前輩又會發作 快點幫忙弄一瓶茅去吧 怎麼樣? 很痛 我扶你回去, 扶你回去吃吃吃吧 小心, 走那邊 小心, 走那邊 很辛苦 姐姐 很辛苦 坐下 怎麼樣?你覺得怎麼樣? 你別管我了 你快回去拿點盲子回來 不然只有前輩越快越狂就糟糕了 你就是要騷擾了 我怎麼可以不在你身邊呢 我想沒那麼快 你快去,快去,快去吧 那好吧,我扶你上床休息一下 我去,我去吧 前輩 是你殺我妻子,是你殺我孩兒 我要報仇 是你殺我 前輩 你害我全家 我要殺你兒子豐愁 前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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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 小姐, 我... 前輩 南千山天高海闊中 靜汗風轉動魂起暗湧 屠龍以天一秒閘清空 世上雖經風雪萬重 情義最終兩者不會相容在我生命中 何日那處去追我救時夢 還在千世誰旁擁 奉靈世間天贊重 誰能去分正邪 從一而坐 明靈前輩